很多讀者想知道二手樓是否真的麻煩 或者可能费用是高昂到自己沒有預期過 其實有幾個項目 如果大家真的發現到就盡量不要買 因為那些可能不適合普通投資者去碰的 可能是適合很專業的power team 或者是很有經驗做裝修 大概能夠測試到費用是多少 那些功能是甚麼呢 當然可能是一些結構上的問題 例如橫樑、天花板承托、中央熱量 如果發現房子有流水的問題 可能地板已經漏了 甚至水喉也要重新換了 其實最好這些情況也是不要碰的 但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那間房子 其實不妨是問了裝修公司拿回價 了解了大概心裏有預算 那才去出個報價去買個房子 都未遲的 因為一般來說這些這麼需要大執的房子 他們的轉迫普遍都是久的 也都不是那麼多人去願意去碰 所以就考慮了解才下決定 都未遲的 其實英國裝修很多時候 你可設置項目的 什麼叫設置項目的 就是你做一個清單出來 你這間房子要收拾哪一部分 你就跟回那些部分去取報價 自自然之間 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你裝修那塊大錢 是花了到甚麼地方 找回它相應的專家 或者相應的行家 他們的報價都會非常詳細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記得去Yahoo的Facebook page 留言 之後我們就會解答你的問題